回聊焦点 最新消息来看到是北市三张离环保分队停车场 昨天晚上10点多发生了火警 消防队到场时呢 停车场内的货柜屋办公室已经全面燃烧了 也立刻布水线灌旧 还好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详细状况连线记者杨佩瑜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可以看到熊熊大火吞噬 整个货柜屋还伴随浓烟不断窜出 大批警销货爆是立刻出动了好几台的消防车 道场布水线来灌旧 可以看到货柜屋的办公室已经被烧得焦黑 面目全非 里面的饮水机等等电器也变形全毁电线外露 位在台北市信义路五段上的三张离环保分队停车场 昨天晚上10点多呢 停车场里面的货柜屋办公室突然起火燃烧 消防队到场立刻布三条水线涉水灌旧 幸好火势在15分钟内扑灭 环保局三张离环保分队发生火灾 那我们到了现场它是三张离分队的旁边一个 他们停车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货柜屋 可以听到消防队表示 由于清洁人员已经下班了 所以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 而货柜屋平时是环保清洁队员的办公室和休息室 因此里面放的沙发还有饮水机等等 全部都被烧毁了 这种传奇的原因 后续将有火雕人员进一步调查理清 那么以上是为您讲用当消息 先把神镜头掌棚 好呢